美国的第一夫人们都是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呢 在所有国家中啊 第一夫人都只是非官方的称呼 既不是公职 也不同于勋爵之类的名誉头衔 但却是一种礼貌和形象的存在 今天啊 已经被全球大国数国家广泛接受的称呼 历史并不久远 它起源于美国 直到十几年前 才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第一夫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到底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 她的职责和任务有哪些呢 在夫人社交历史悠久的美国 第一夫人们都是怎么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的呢 主播为您讲述 政治舞台上的美国第一夫人们 原则上来说啊 这第一夫人指国家领导人的配偶 但是实际上 第一位被称为第一夫人的女性 不但不是现任领导人的妻子 她甚至完全没有亲属的关系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期间 华盛顿的太太玛莎帮了丈夫很多忙 也是因此被称作为华盛顿夫人 她是美国第一位总统夫人 但却并没有被称呼为第一夫人 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上任时啊 妻子已经去世了19年了 尽管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而且啊 处理社交和政治事务时 并不一定需要妻子的帮助 但是每当白宫举行宴会的时候 受邀的女嘉宾们总觉得缺少一个女主人过来主持 有些扫兴 这个时候 杰斐逊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就邀请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的夫人 多利麦迪逊暂代女主人的角色 负责招待来访白宫的官员妻子们 多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或许是这份工作带来了好运气吧 杰斐逊卸任之后 多利的丈夫麦迪逊成为美国第四任总统 多利管理白宫的时间 比两位总统的任期还要长 达到了16年 多利不但通过出色的社交能力 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广泛支持 也赢得了平民百姓的尊重 多年以后 在他的葬礼上 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 将他尊称为 我们这一片土地上的第一夫人 十年以后 美国插画新闻报 第一次使用第一夫人作为标题 这个称呼从此确定下来 成为对白宫女主人的尊称 第一夫人这个称呼 真正流行开来 与两位总统夫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一位就是林肯的夫人玛丽 在当时 美国和欧洲等国的报纸 在提到她时 纷纷开始使用第一夫人一词 而这个称呼 从此走出美国 走向世界 第二位是路西海耶斯 她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拥有大学文凭的第一夫人 其学识和修养 让当时的美国民众颇为蛰服 第一夫人的称呼从此固定下来 被一代代总统夫人传承下去 当十九世纪初白宫刚刚建成时 美国人总觉得 总统夫人的义务就是打理好白宫的日常事务 在家务事方面 给全国的夫人小姐们做出表率 而同时 美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民主共和国 在统战大多数的君主制国家打交道时 总统夫人要表现出与地位相称的礼仪 人们希望第一夫人表现出兼具平民与王后两种身份的公众形象 从第一夫人这个概念诞生开始 她的衣着打扮 她如何休闲 她如何消费 如何准备家宴和国宴 就成为了全国津津乐道的话题了 在这方面 多利麦迪逊绝对是楷模 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她都是第一夫人们模仿和学习的榜样 她是白宫的主人 管家 设计师 甚至是守护神 她当年所做的一切 被认为是每个第一夫人都应该继承的传统 除此之外 这第一夫人应该还表现出女性的特质 怜悯 不爱 很多慈善和公益组织都希望能得到第一夫人的支持 这样就等于得到了全国女性的支持 在这方面 多利麦迪逊也是典范 她常年对一家专门收容女婴的孤儿院提供帮助 还常去探访女校 在那个时代 女性在受教育方面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从结归林肯尼迪之后的第一夫人们赋予了这个称呼新的意义 从她开始 美国的第一夫人们甚至参与到政治中来 她们往往关注某一个领域的社会问题 不但亲自做志愿者 还会凭借资深的影响力游说议员 甚至推动新的方案 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里根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在美国人心里 第一夫人南希里根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侠 她对里根总统的直爱和理解 她对毒品说不得勇敢坚定的号召 她的鲜明个性 她的勤和力 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为美国民众所称道 中国人民对于南希也非常熟悉 1984年4月 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和她的夫人南希 应邀到中国访问 并首次见到了邓小平 4月28日 邓小平同里根进行了会谈 邓小平对里根说 我期待同阁下见面已经两年了 我们当面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有意的 里根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而邓小平转而对里根夫人说 你为了我们的大熊猫做了不少事情 谢谢你 南希说 我很高兴这样做 我得到了美国儿童的帮助 在1981年出到华盛顿的时候 南希原以为 自己对当第一夫人的种种要求和压力都很了解 她隶属于自己的经历 和丈夫结婚已经30年了 跟丈夫一样 南希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演员 她还自诩对于政治并不陌生 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当了八年的州第一夫人 加州又是美国最大的州 也是世界上新闻媒体最敏感的地区 但是真正成为第一夫人的南希发现 自己对当第一夫人是无从准备的 然而对毒品说不 你急该干的事情就放手去干 导出了南希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非常鲜明的个性和责任感 使她在当时各国的第一夫人中脱颖而出 一举成名 2004年 曾担任过里根总统重要助手的麦克·迪弗 出版了我和南希里根一起的岁月画像一书 迪弗说 在里根毕生的政治生涯中 南希从来就没有给里根任何的压力 督促她做这做那 恰恰相反 南希是里根的刹车时刻 警醒里根做事要谨慎 每当需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南希总说再多考虑一分钟 等你对这个事情有把握时 在下结论不迟 南希在原则问题上 会以公民的立场干预里根的政策 甚至不想让步 有一件事情可以印证迪弗所说的南希那种谨慎的智慧 1985年5月 里根预备去联邦德国比特保军人公墓献花圈 以此作为盟国在二战胜利40周年时 美国与德国人重归于好的象征 在此之前 替里根打前战做安排的人曾先去过墓地了 并且询问过 公墓里是否藏有纳粹战犯 德国人保证说没有那回事 在整个行程安排就绪 并且公布于众之后才知道 比特保公墓里面埋葬了2000多名德国人中 有47名曾在前线作战的纳粹党卫队队员 很多美国人都被激怒了 南希也一样 南希恳求里根取消此行 里根对此也是有很大的保留的 他打电话给德国总理科尔 请他考虑是否换个地方 但是 科尔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他坚持认为这种改变 会使他看起来像是美国人的傀儡 会导致他的政府垮台的 结果南希十分恼火 并再次督促丈夫取消此行 里根最后还是去了比特保 在那里待了几分钟 陪伴的南希心里面感到非常不痛快 好像是在那里待了很久很久 南希是最具有艺术表演天分的第一夫人 他乐意用自己的才华为观众服务 他于1943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 史密斯学院戏剧专业 他出演过十一部故事片 是好莱坞的一线电影明星 他成为第一夫人时 每天忙碌在白宫的办公室里 却很快显出了自己的才能 他知道了总统的四人宴会 必须自己付款 知道了如何把白宫布置得体 也知道了如何在极其忙碌的生活之中 保留一部分艺术情调 值得一提的是啊 南希很快就发现 当第一夫人和当艺术家 其实是不矛盾的 有报道称 里根的竞争对手 喜欢拿里根的过去说是 在他们的投票点 展示里根前演员和一只猴子 进行对话的剧照 但是这些都是徒劳的 里根得益于他的知名度 和他用自己在好莱坞时期的意识 来取悦公众的幽默 当竞选对手上演这样的活举时 南希和里根都抱以一笑 成为总统之后 里根和南希允许美国的电视节目 常常播出自己演出的各种影视片 其中啊 有的影片相当搞笑了 然而美国公众却很喜欢他们 在他们的眼里 作为总统的里根在电视里面 发表政治演说 和作为演员的里根夫妇 为他们表演 都是相当有趣 而且乐不可知的事情 南希和里根都愿意 以各种方式取悦于民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对于这一点 美国人其实是非常欣赏的 在工作劳累之余 美国人在自己家里面 一边聆听里根的政治演讲 一边看着里根和南希的表演 颇引以为乐 南希能够做到公司分明 按照国家的法律 处理各种礼品事项 这突出表现在1983年3月 他配同里根 接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 和菲利普亲王一行 来美访问的过程中 为了做好这一次重要接待 里根曾亲自练习节目 为女王表演 南希自然也不敢怠慢 在加利福尼亚州 南希和女王一行乘坐 W顶号皇家游艇去旧金山 在船上 南希和女王坐在一起 像老朋友一样 谈论着孩子们的事情 后来啊 女王和菲利普亲王 还在游艇上 为里根和南希 举行了婚姻纪念宴会 南希特别高兴 他唱到 我们的爱在这里逗留 这首歌 女王和菲利普 还赠送给南希和里根 一支雕刻的银河 作为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 南希特别喜欢 在离开白宫的时候 特地从美国政府 那里买了下来 南希说 尽管是送给我们 结婚纪念的礼品 可是我们得自己掏钱买 明文规定 凡外国官员送的礼品 当时的价值在 180美元以上者 均属于政府财产 这是法律规定的 不论礼物是否 带有私人性质 即便是礼品上 刻着你的姓名 或者姓名的缩写 也是如此 从新世纪开始 人们对第一夫人的要求 显然是越来越高了 不但要求她们 像过去那样 成为全国女性的楷模 还需要在某些方面 有常人不及的特长 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 是一个政治的女强人 现任第一夫人 米歇尔聪明睿智 穿着时尚有品位 不乏政治手腕 与他们相比 小布什夫人劳拉 则是身不由己地 成为强硬丈夫的 温柔代言人 劳拉从她嫁给小布什起 她就害怕政治 布什家庭是政治家 爷爷当过参议员 爸爸当时是 里根的副总统 后来还当了总统 劳拉与布什约法三章 其中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她在公开场合 发表演讲 因为她比较腼腆 容易怯场 演讲对她来说是受罪 既紧张又恐惧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布什基本上遵守诺言 无论是布什两次竞选 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还是第一次竞选总统 劳拉都保持第一姿态 无论是作为德州第一夫人 还是美国第一夫人 劳拉都非常内敛 除非是万不得已 但是啊 她也是有几次精彩的表演 2001年 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 劳拉发表了广播演讲 安慰受到惊吓的美国人 号召每个家庭 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2002年5月 劳拉首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 单独出访 对法国 匈牙利和捷克三国 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 就教育 社会 及阿富汗等问题 发表讲话 2004年 小布什竞选连任时 劳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活跃 原因是布什跟他的对手 克里竞争激烈 而伊拉克战争 急虐求丑闻 使小布什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下降 小布什的竞选班子发现 劳拉深得美国民众的喜爱 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支持率 而克里夫人在民众中的支持率 远远落后于劳拉 因此 小布什的竞选顾问 搬出了劳拉这个秘密武器 帮助小布什重振雄风 结果小布什如愿以偿 这中间到底劳拉起到了多少作用呢 选举专家也很难估计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劳拉对小布什选举连任 绝对是一个加分的因素 也许是经历了 丈夫第一任期的历练和帮助 小布什竞选连任的洗礼 劳拉在第一夫人的位置上成长起来 成熟起来 自信起来 他逐渐克服了演讲窃场症 一改以往形式低调的风格 在小布什需要的时候频频出访 2005年3月 劳拉出访局势动荡不安的阿富汗 表明美国支持阿富汗妇女解放 关注阿富汗妇女和儿童的权益 依次显示推翻塔利班后的民主成果 同年5月 劳拉出访以色列 半夜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内的 犹太圣地窟墙 和伊斯兰教圣地岩石圆顶清真寺 显示美国支持阿易和解 意在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形象 即便是遇到了抗疫 劳拉也能够镇定自若 表示遇到抗疫是预料中的事情 恰好证明这个地区局势相当紧张了 还是这年7月 劳拉带着女儿詹妮出访非洲 对非洲艾滋病患者给予关注 2007年10月 劳拉第14次单独出访中东 皆在帮助中东国家 大力宣传普及乳腺癌防治之时 劳拉的母亲和祖母 都曾患有过乳腺癌 尽管有人批评说 这些访问有作秀的成分 成果有限 但是无论怎样 第一夫人出访的形象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对于这些地区来说 第一夫人的到来 终归是一件好事 表明还有人关心这些地区 关心这些人民 关心这些事情 他们还没有被世界所遗忘 当然了 劳拉的粉色之旅 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丈夫 第二任期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自2005年9月以来 小布什流年不利 诸事不顺 先是卡德里那巨风吹散了 小布什的富有同情心的 保守主义面纱 后是伊拉克暴乱分子 埋葬了新保守主义的 新帝国梦想 接着更严重的打击是 小布什所在的共和党国 在国会选举中败北 拱守将得来不义的多数领导权 让给了民主党 总之 在国内 这小布什有强悍的民主党人的挑战 而在国外 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下降 世界反美主义情绪高涨 美国的形象受到损害 在截二连三的打击之下 小布什的支持率一蹶不振 一直在30%到40%之间徘徊 小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任期 总统支持率倒数第二的总统 倒数第一的是水门事件以后的尼克松 仅有26% 伊拉克政策保守攻击 国内政策也遭到攻击 共和党日士气低迷 在这个情况下 请出劳拉实属是万不得已的 劳拉亲和力强 民众支持率一直距于70%以上 让劳拉充当美国的形象大使 去那些麻烦国家搞公共外交 实在是上乘之举 难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斯蒂芬哈德利说 第一夫人是总统的一项外交资产 让劳拉访问这些国家 已显示美国关注贫穷 矮滋病 乳腺癌 教育女权 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劳拉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的老师 亲人中有患过乳腺癌的 这也算是知人善认了 对于改善美国的形象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劳拉的粉色之旅 在大多数程度上 改善了美国和小布什的形象 另当别论 但是无论如何 起码对小布什的外交遗产来说 多少会带上一些温柔的回忆 否则让人们记住的 就只有血腥的战争了 好了 本集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